上个视频,我们解锁了古神星结合点。 这个视频,我们来做系列任务,被偷走的梦。 从资料库开始系列任务。 连妈通过邮件发给我们一条他拦截字的Brenier指挥官佩尔雷恩的信息。 Brenier挖掘到最后一块奥秘法典,以试图破译其中的奥秘。 然而,选偷马入盗走了神秘的法典,而且销声匿迹了。 连妈护心,猛肉正打算将尼尔法典卖给Cobos,让我们接往Cobos的基地寻找并补获猛肉。 这是一个捕获任务,跟着红色的任务碟找到猛肉,将其祈祷并且抓获。 之后前往绿色处理点完成任务。 回到飞船,猛肉放了一条神秘文件。 他透露Rainier的指挥官泰尔雷弓,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金钱。 雇佣他从被感染的Huriken遗迹中搬运出了奥秘法典。 但他从来都很讨厌鬼面,所以给了他们一个假的法典,并专手将真货卖给了Cobos。 最后,猛肉接受了连妈提供的保护,并作为交换。 为我们提供耗密法典的位置。 根据猛肉提供的信息,我们前往监心的安打,去获取Cobos藏在这里的异要法典的一部分。 这是一个间谍任务,解锁大门进入AID。 躲避激光罩蓝,继续前进。 拆到屋顶的横梁上。 拆好时机,一旦掉,夹空中滑翔,往到对面。 Aria这里不小心出发了警报,过也没关系。 只要你开锁够夸,一切都OK。 解锁数据中端,完全AID,继续前往B点。 到达B点后,解锁大门进入内部。 乘坐电梯,到达下一场。 打掉楼上的监控摄像头。 从没有监控摄像头的这一边进入内部。 降掉守卫,避免他们触发警报。 小心躲过门口的激光炸阁。 解锁金库大门。 解锁数据中端,B点完成。 来到C点,解锁大门进入内部。 从右边没有锁住的门进入。 解锁数据中端,打开这个门。 从这里,子弹跳,进入空中滑翔。 飞到激光炸口的对面。 解锁这里的这个门进入。 从墙上的通风管道,直接进入青库内。 解锁数据中端,C点完成。 来到绿色这一点,完成任务。 观众币。 见ERE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